《战斗力最强悍》 《隋朝末年的李源霸》和《唐朝末年的李存孝》 堪称是历史上战斗力最强悍的三大名将 这三位英雄都是出生于乱世 在战乱的年代留下了无数的传说 只可惜这样几位天生的英雄人物 最后结局都不太好 《将羽》自吻于乌江漫边 李源霸被雷击而死 李存孝最惨 被挑断手机绞尽之后 处于无马分尸之行 刘邦能从西楚霸王手中夺得天下 证明他的本事真的很厉害 或许就像刘邦自己所说 他在谋略方面不如张良 骑马打扎方面不如韩信 对粮草的分配 这里属地方面不如萧何 但是他却虚心采纳别人的意见 最后从一个街头混混 成了一代帝王 项羽却不一样 他出身高贵 祖父是当初的楚国名将项燕 并且自幼勇猛非常 武功不弱 难逢敌手 于是养成了骄傲自大的性格 他最早是跟随着自己的叔父 出职二人在吴中皆干而起 后来叔父向梁战死 将与领导胜余军队 最终经过巨鹿被水之战 灭亡了秦朝主力军队 使秦朝灭亡 安稳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汉中王刘邦从蜀地出发 进兵中原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 楚汉之争若论正面战争 将与屡次大败刘邦军队 但是刘邦却听取军师的建议 派大将彭越从后方破坏 项羽军队的补给 使项羽后方大乱 将羽靠着自己本事过瘾 手下士兵无数 刚愎自由 并不听从谋事范增的劝告 致使在面对刘邦的计策时 时常败退 最后该下之战 将羽兵外被围 将羽队仅存的二十八名部下说 我自曾起兵以来 不曾遇到败绩 如今被围不是我能力不行 而是天妖王物 这是一个陌路英雄的悲剧 时刻 他率领着仅有的二十八人 突破了汉军的包围 最后逃到乌江岸边 拒绝了艇长劝他过江 从头再来的提议 下马迎战 杀了几百汉军 这样一个英雄 他有着自己的骄傲 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于是 自本于乌江岸边 被一艇长刘邦打败 将羽是个有勇有谋的人 他没有帝王的奸诈 是个千古英雄 将羽一人斩杀几百汉军 放在随朝末年的李元爸 眼里是小菜一碟 李元爸天生神力 战无不胜 但最后却被雷劈死 李元爸使用的武器 是旁人比不了的 是两柄大铁锤 总共八百斤 这种武器在历史上 大概也只有他一人能使 若不是天要收他 谁能杀死这个天生的战神 比起前两位来说 李存孝的名气要小得多 但是实力却并不弱 李存孝是李克用收养的义子 力大无穷 据记载 在他所参加的战争中 从无败计 他是李克用十分得用的人 也是当时的十三太保理罪 厉害的人 因为他在战场上表现得英勇无比 在后世流有美誉 被誉为王不过相 将不过礼 是历史上少有的能和项羽比肩的人 李存孝并不是指自己厉害 也善于调教手下 他手下有一个五百人组成的军队 叫飞虎军 李存孝能有众多战绩 和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有关 只可惜后来李克用中了离剑计 把这样一个英勇非凡的将士杀死了 若不是李存孝说出自己缺点 纵使无马分尸的刑罚也奈何不住他 李存孝感恩于李克用对自己的培养 见了李克用最后一面 诉说冤屈之后 甘心赴死 以他的能力 即使有千军万马也抵挡不住他 换了旁人是杀不死他的 是李克用发掘了他的实力 也是李克用葬送了这个千古奇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终于补兰